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欢迎来到我们亚洲大学休闲游游器系的直播现场 我们是今天我们是第二场的这个直播 我们是休闲游游器系我是系上的王育英老师大家好 然后我现在就介绍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这个亚洲大学 我们休闲游器系的这个优秀校友我们的社区发展理事长林秀如理事长 嗨 大家好 吴安 嗨 大家好 今天要来一场这个社区小旅行哦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旧镇社区 我们刚刚跟大家敬的这杯酒就是我们的这个金香葡萄酒 等一下会带着大家来看我们的葡萄园区在哪里 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来介绍我们这个旧镇的 有哪些的这个好漂亮的地方好吃的东西在哪里 那我待会就会邀请我们理事长来带着我们走走 看看我们这里的社区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Let's go 旅行去走 走 走 好 看看我们现在就冲一下 走 走不去 好 各位来看看我们上面的这个金香葡萄 就是刚刚在碰碑的金香葡萄 这个是很传统 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葡萄 就是它是绿色的 专门在酿酒用的 不过它也是很好吃 等一下我们这一串已经成熟了 我们可以把它再下来吃 哇 太好了 感觉好可口 线上的同学有福咯 有福咯 好 那就是这个葡萄完了以后 我们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Let's go 跟着我们理事长一起走 哇 这是什么呢 这么脆立的水耕A菜 我们的水耕A菜就是这一个区域是 整个两个不同的系统 是为了我们社区的长辈而做的 因为长辈爬土爬土 爬土都没有力量的金 没有力量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用个水耕的 让它们比较容易先不可以坐着 就在那边可以破破种 可以采收 这是鱼菜共生吗 对 对鱼菜共生的 它下面有氧鱼 哇 同学们可以来这边找找看鱼在哪边 鱼是鱼跟无垢鱼 哇 小鱼好快乐 对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走 Let's go 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旅行 来看看我们现在培育了很多很可爱的 现在很流行的鹿角节 鹿角节宝宝 好迷你的宝宝 对 它是用包子盆子的 太可爱了 就是有差不多两三百个 这个还要带鱼子 鱼子完了以后 再把它钉在板上 长大了就是这个样子 它真是它的宝宝 太帅了 太帅了哈 这边 这边也是它的宝宝 有不一样的品种 三种不一样的品种 很丰富的 对 然后这个是金针花 金针花 金针花耶 母亲节的用的可以吃 八月份我们的产季 产季 可以盘子更多 好 这个可以看到这一颗 是比较不一样 你看看 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木瓜 想要看这什么呢 它是吃叶子的木瓜 就是我们采这个 这叶子 炒一炒 它不是吃果实的 它不是吃果实的 它是嫩叶 吃嫩叶 吃嫩叶的 这个可能外面比较少看到 第一次看到可以吃叶子的木瓜耶 很不错哈 好 所以这个品种叫什么 它叫吃叶子的木瓜 我们只知道是 绿叶木瓜树 好 这个木瓜树 好 那我们再往前走 你有看到吗 它这一排就是 我们的百香果 因为一直都是友善工作 所以很多的果实影 来不及套袋 所以果实影就叮了 原来就是百香果 还没成熟的样子耶 还没成熟的样子 就是绿色的 同学们有看过吗 没有看到它开花 开花花也是特别的不一样哦 花好像是时钟一样 今天没有 同学来这里寻宝 来寻宝 来看看 这个品种是不一样 这个是台农典 这一棵是满天心的 哇 所以它是一点一点的 满天心的 满天心的 等一下看得到 我们的贵物上 全部都得益 哦 两三天就全部吃掉 好 对啊 那我们再来看 木碑 木碑果 再过来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昨天预告的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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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的挖宝 来 新年的木碑果 长的特别多 这边是母的 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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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它必须要是塑粉的 然后 母的 你看哦 母的 哇 但是它结果之前 是要用工的花粉 来塑粉 它才容易结果 所以今年就 这里 蝶蝶蝶蝶在这里 蝶蝶蝶 啊这边是 往这里看 好丰富 哇 这里好多棵呀 很多 太帅了 可以介绍一下木碑果的好处是什么吗 还有哪里做什么饮食 哦 木碑果 来先介绍一下 木碑果 其实它是一种蔬菜 它不是水果 它是要煮过的 不能这样子吃 它是 它的那个 为什么叫木碑果 因为它的种子 还有种子 其实我那边有种子 我等一下 知道 还有种子 我有种子 请爸妈带着他们来社区的时候 来跟理事长 索取种子 索取种子 对 因为我那边有种子 等一下再给你照一下 好 它是因为 它是那个什么 就是 呃 就是 对眼睛很好 对啦 多数的营养成分很高 所以 现在的人 不会使用3C的产品太多了 所以 就是来吃这个 是真的很有明显的效果 你是想 这个这么硬怎么切 这个成熟以后是 软软 这一颗都变成这个颜色 对 会橘色 橘色的 变成这个颜色以后 然后就软了 软了以后 你就是剖开 好像石榴 榴脸 好像 现在不是榴脸 像菠萝蜜 菠萝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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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切开 切开完了以后 它因为它成熟就软了 软了你就可以用那个 湯匙啊 把它刮起来 它刮起来 它的种子 就会像那个 我们的苦瓜 成熟了以后 是那个红色的嘛 橘红色 是 所以你就把那个种子 刮起来 那个种子就是木质的 一颗鳖 鳖的痕迹 所谓 鳖的那个木纹 所以它才叫木编 鳖 鳖的木纹 鳖的木纹 所以它才叫木编 您建议怎么煮 这个吃的话 可以有好几种吃法 像平常我们就可以 把那个这个果肉 还有 那个种子的那个果盒 把这两种都过在一起 加水 煮一煮煮熟了以后 因为我们 一下子没有办法吃那么多的话 就把它分装 然后放在冷凍 然后你就一包下来 可以炖鸡肉 就是当煮咸的吃 然后你也可以 打果汁 或者是煮红枣 或者是那个什么 反正可以瞑目的那些东西 你都可以 好喝的鸡汤 可以煮鹹的 可以煮甜的 也可以打果汁喝 太好了 对 真的是 它的竹豪 CP值很高的 对 蔬菜水果 现在人是很需要这种 而且没看过的 没有看过的 然后今年我们是结石垒垒的 然后 长得非常好 这边是花 你看开花开得很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瓷 那个瓷花 哇 母的木编果的花 你看这边的开花也是太大化 好 也茂盛的话 我们社区一定要跟我们理事长总干事 都总干事也在现场 总干事也在现场 对 一定要跟他们打声招呼一下 总干事来 对 然后呢 跟他们预约社区小旅行 对 还有 今天来 这边刚好有开花 然后我要教大家一下 要怎么来瓷粉 哇 这个很精彩 这个很那个 这个把它拿起来 然后这边有花粉 下面下面有花粉 然后再把它这个 把它这个 这个花粉 粘在这个上面 哇 直接的中瓷粉 对对对 这样子 它就 它就会结果了 它就会 你看果实雷雷这边 这边这边 非常棒的 直接看到这个 人工授粉的经验子 哈哈 这一颗 这一颗它就能够成果 这是经验传授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再往下走 好 再往下走 我们等一下 是不是会来喝杯我们的葡萄酒 好 对 来 这个 我们来到社区 其实很多的这个 丰富的生态 那我们这里是我们的这个 用这个自然农法 友善的农法 做的这个生态园区 所以这边周边都是有稻田 也有很多 红辛巴辣 再介绍一下 红辛巴辣 在哪边呢 那我们红辛巴辣 是要走这边吗 好啊 可以走那一条 好 好 Let's go 我们走这边 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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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今天 还没看到 可以采收的 哇 巴勒园 这边 这两行里面 就是很多 你看我有结红色带子的 全部是红辛巴辣 嘿 这边 它 它那个 这个区域 就是 结出来的果实是红辛的 我们这个有做产地的认证吗 有 有农法的这个 有自然农法 你是说那个 喔 欸 因为我们只是 参加我们的阿兆 对我们的阿兆务的自然农市集 对 自己认证 对我们每个星期三 在我们的雾峰区的农会 我们会有办这个 阿兆务的小农市集 小农市集 各位 有空就是可以到那边去 哇 这一棵巴勒已经太大了 要靠袋了 来不及了 要把握它 把握它 把握它 像那个10块钱硬币那么大的 那最近这个季节是刚好它的什么季节 最近喔 最近因为夏天 所以它巴勒 它还是一样会成长 只是它长得太快了 太热了嘛 熟得太快了 所以它的硬度不够硬 然后甜度也不够 因为它来不及吸收养分 就是当季 对 所以不是当季 所以在外面卖的巴勒 就是不甜不脆 所以我们就会做几条节 把它 把它 让它在成熟 好吃的时候才有巴勒可以吃 对 所以建议季节是什么时候来 比较好 八月底 中秋节 快到了 快到了 所以后来的时候 八月是最好吃 最好吃的 而且会吃到我们的 这个叫做我们的沙拉 我们的那个 应该算什么沙拉 水果沙拉 水果沙拉 喔水果沙拉 还有你看这根是 我们自己长出来的 果实雷雷的 果实雷雷的 在这种自然楼园就是这样 它会长出很多 一样的自然长出来的 到處都是驚喜 好 那我們往前走 今天的天氣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那個 你看 有不要捏 很可愛 你看 這裡 這一個就是回補 它長出來 這個是來不及挑戰 就是有花 花紋的 花葫蘆耶 花葫蘆 用炒的用煮湯的都好 好吃的花葫蘆 我們有包水餃 我看到苦瓜 更難的時候 苦瓜 忘了套袋了 這個苦瓜就是要給它套袋了 看到就要濃茫了 對 不是 看到就要給它套袋 不然它就 這裡有 那裡有 哇 更大顆的苦瓜耶 有誰愛吃苦瓜的嗎 金沙苦瓜都很好吃 對 苦瓜就是也有很多 也可以打枝啊 也可以那個啊 好 我們從來進去 我們去介紹那顆 全部都是紅色的 一顆 簡潔的 哦 簡潔消脂的巴勒 好 大家應該很喜歡這一個 大家來看這一顆 是不是比較不一樣的 是它的葉子 枝條 還有它的巴勒的外皮 全部都是紅色的 所以它品種不一樣 品種不一樣 而且它是消脂用的 人家健身房 健脂用消脂用的 所以是女生同學都最愛的 都最愛的 媽媽最愛 同學們要認真聽啦 下一次來的時候 它有長的不一樣顏色嗎 就是這樣子 比較黑 對對對 在這裡顏色 看起來就像咖啡紅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顏色啊 太好我們來挖寶 這邊還有很多寶 嘿 來來來來 然後來看看這一顆 這顆沒有聞 這一顆喔 這顆是什麼 油肝 油肝 對 油肝 油肝事實上 以前我們小時候的油肝 它去做木 逆劫 可是現在的油肝 就把它做成油肝粉 自然就是液環 反而就有點像那個椎花 什麼的 你要反而之前 你有油肝吃一顆 吃下去的話 它會在喉嚨裡面 就會覺得 然後就是 比較潤喉 潤喉 對 好 還有 來 紫蘇 哇 因為這是紫蘇啊 紫蘇也是很好的一個 他們算說是藥草 所以我們做紫蘇梅啊 可以做紫蘇梅啊 對啊 那我們現在目前都把它 紫蘇拿來煮鳳梨皮 然後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味道對不對 對 它就是 有點像那個 那韓國人拿來煮那個 首選那個是嗎 那個是 那個是什麼 什麼葉 芝麻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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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類似子蘇 很像 好 芝麻葉 然後這一顆 洛神花 咦 小顆的洛神花 對 它還沒長出來 它還沒長出來 門口外面有一區 洛神花區 洛神花區 洛神花超好吃的 超愛的 超愛洛神花蜜餡的 人都只把它拿來煮蜜餡喔 真的 再來看我們的這個 石頭教育 趕快長大喔 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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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 金吉 43塊是長了很多 有 有長了很多 只是他還沒有成熟 以後成熟的話 就一批了 好 好 等一下剛剛看 好 我們 剛剛看 好 這個我們最後去 這也是 我呢 我呢 好 今天還有這個 對隆重的這一區 這一區 好 請理事長來介紹 我們這邊的這個 真的好多豐富的這個植物 好 看看這個開花開得很 很燦爛的 鮮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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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丹 它是可以串 串 就是一個一個把它串 串 串 戒指 來這裡DIY 可以玩一下 花開的這麼多的話 小朋友都可以請他們 自己來玩一碗 做一做 好 好 來 讓同學猜猜 來 那現在這一區又是什麼 大家猜一下嗎 猜猜來 留言的趕快參加講 趕快好參加講啊 猜猜看這什麼 猜猜這是什麼 猜猜這什麼 有誰知道這個食物是什麼呢 你喜歡吃的干的果實的時候 常常看得到 有一點白白的 它裡面是白白的 而且最近防疫的時候 都常常夾這種 要猜喔 三個字 要比手畫腳一下才猜 三秒兩秒有沒有人留言 有沒有人留言 沒有 公佈答案 無花果 看到是稍微比較小一點 應該它有大顆的時候 原來就是成熟的更大 它現在都是小的 所以同學要吃到無花果 沒看過無花果長這樣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養生香草茶 怎麼做的 這一顆已經 太渴了 早上沒有過來 它很渴 所以有點冷起來 來 林市長乾杯 乾杯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 防疫香草茶 養生香草茶 喝一下 真的是非常甘甜喔 來 因為裡面的成分 這裡面的成分就是我們的 方向灣壽局 它是很渴了 現在中午時刻 所以它太熱了 太熱了 方向灣壽局裡面的成分 然後 還有 我們的薄荷 薄荷在中間那邊 剛剛沒有 神秘國 還有神秘國 還有那個 田菊 魚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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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 來這裡齁 你要指定說你要喝防疫茶的話 就跟我們仙女上預約一下喔 嗯 都是我們的 魚心草是下面長很多 可是這樣子照不起來 那個 小小的 有喝 等一下來介紹吃的 魚心草 好 來 謝謝我們今天來看正式的講堂喔 哈哈哈哈 對 非常開心喔 我們剛剛真的聽到 看到真的是你要來眼見為憑喔 才知道我們這個社區生態這麼豐富 而且 我們這個周邊的農田都是有機 跟這個自然農法的 所以 這個來這也是健康飲食 然後也是我們的這個社區小旅行 那今天我們理事長其實我們在這裡都可以辦我們的這個 田園餐桌 你也可以辦你的生日餐會 然後也可以在這裡辦晚會 非常棒的一個地方齁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位置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跟涼爽 那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風景這麼舒服的田園風光 那我們在亞洲大學 到我們這個休閒遊戲系 我們常常來這裡辦活動齁 我們最近在這裡辦的是一個音樂的餐會 然後我們也辦的是自然田園餐桌的這個活動 那剛剛有前面跟大家介紹我們有很多的這個主題齁 其實今天我們會給大家看到我們有一個參加獎 對不對 那參加獎等一下我請我們的幫我們注意一下有哪些同學的留言 我現在帶的這是咖啡 咖啡豆的咖啡粉齁 那這是我們的國宴咖啡的這個冠軍咖啡包 今天都是我們的這個禮物要是贈送的齁 我們一個很好的生態體驗 那這裡也是我們這個未來同學也都可以來參與這個食農教育 還有這些社區導覽的這個課程的學習 那我們今天剛剛有看到這些很多的這個百香果 真的是好吃又可以現場現場吃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開始來介紹一下我們雅洲大學休閒遊器系齁 我們其實這個科系已經邁入了快20年的時間齁 那我們目前在這個休閒遊戲系我們有這個餐 有這個旅遊旅遊管理組 像我們剛剛現在正在的就是可以做很多的休閒活動規劃 還有這個遊程規劃 也可以做我們的這個像社區小旅行這樣子的一個學習 那老師們也可以帶著我們到這個霧峰文化寶地的這個文化觀光的這些課程 還有我們觀光旅遊的像我們節慶啊或者是會展管理的課程 那本身我們還有另外一組就是餐旅管理組 那餐旅管理組其實剛剛我們特別讓大家現場認識我們 你的產地到餐桌的食材在哪裡 就是在我們這裡的這個生態園區非常棒喔 要認識一些食材怎麼樣做一些這些的生態的這個飲食 還有這個創意料理非常的重視這個養生的這個健康的食材 那其實因為我們在學校還有很多是一些像餐廳時做的課 旅館時做的課還有再來就是調酒 我們今天也有這個金香葡萄的這個這個現場有產這個 那我們的明天就要現場調酒給大家看喔 因為今天有來認識很多的這個田園風光還有我們的自然食材 明天就要現場做給大家看喔 做我們這個好喝的這個水果酒 讓大家來認識他怎麼實作的 那在我們的這個休閒與遊戚系呢 其實希望可以帶著同學來到我們這個社區 都有一些服務的機會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這個像我們服務學習的課 還有我們的像我們有一些跟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課 還有現在一些有去發展的這種目標的課程 我們都可以結合到這個社區來 那因為其實我們老師都是帶著同學來做這個社區一些實踐 還有社區服務 所以這些課程也都是非常的豐富 好那今天我們今天是我們的第二場 我們晚上還有一個第三場 晚上還有一個第三場是我們晚上的七點的時間 那我先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介紹我們課程對不對 好這個是旅遊對不對 旅遊的相關的課程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同學在學校還有很多叫做跨域學習的課程 因為我們可以自己在系上自己課程 你喜歡學這個休閒 那你如果想要再多了解這個像食品營養保健 你就可以再來跨域學習 你如果想要知道這個健康管理方面的課程 你可以再跨域這個健康管理系 所以這個就是在大學的一個很好的資源的一個運用 那我們有兩個學校叫做中國醫藥大學跟亞洲大學 我們叫中亞聯大 這樣子的課程是可以做很多的連結的 那我手上拿了這一張這個呢 因為我們在亞洲大學休閒油氣系 是我們很多同學有一個國際化學習的機會 所以呢帶著同學出國去學習 還有同學有機會都可以去做這個雙聯學位的這個學習 還有海外實習 那海外實習我們目前也可以到三個國家 瑞士、新加坡還有日本 那這些三個國家都是同學會預計在大四的時候會去 所以你在大二大三就可以做提早的準備 那因為這個部分也是同學可以結合一些學習的規劃 跟語言方面的規劃 好 那我們另外還有國內的實習 國內的實習 因為我們國內實習有100多家的這個廠商 然後100多家廠商有時候我們也會 前面那 對 翻過來 好 好 來 看到了齁 來 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百家廠商任你選齁 那其實任你選呢 我們希望說我們在這個這個學校都幫你找好了 幫你找好是你要在導遊林隊的旅行社、主題遊樂園 還有我們的一些像我們現在可以結合的 這個相關的像飯店呢 還有像我們餐廳 還有五星級飯店 也有我們的咖啡館 這些是我們的連鎖咖啡館 都是我們現在可以幫你安排好的一個實習場上 所以這是一個難得的學習的機會 也可以拿到我們的一些學習的工作經驗 然後這次我們目前在這個亞洲大學休閒遊戲系 這個就業 實習就等於就業接軌了齁 所以這是我們大家幫大家安排好的這個課程 好的 那今天我們這個直播呢 非常的這個動態的活動對不對 那我們也現場看到很多的這個生態 也看到我們社區的田園風光 大家可以知道我現在有多舒服嗎 因為我們吹著這個微涼的這個風非常的舒服 然後在夏天你們在吹冷氣 我就不用吹冷氣了 可是我還是很涼對不對 那甚至於我們可以帶到這個下午茶的時光也來到這裡 所以這是我每次跟理事長都要預約來這裡 學習的地方 然後也可以帶著同學來現地觀察的地方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環境帶著大家來 然後我們今天亞洲大學已經把這樣子的一個 像這樣的現地的小旅行 我們把它結合到我們元宇宙的課程來 那我們希望晚上可以讓大家看到虛實整合的這個 元宇宙產地到餐桌的結合 希望大家晚上可以看到我們現場的一個直播 晚上七點喔 請大家一樣進來這個頻道 好 那同學有沒有疑問要問的 老師現在有給大家 來 有沒有疑問要問問題 來 那個有沒有同學要提出你的夢想的疑問問題 來 我們來解答一下齁 然後你有問問題我們也來送個禮物好嗎 今天現在上線有多少人可以回答一下 好 有人有人在留言嗎 好 我們要記錄有人名字喔 好 那亞洲大學歡迎你亞洲大學休閒油氣系 今天也特地做這樣子的一個社區小旅行的直播 歡迎你來亞洲大學玩 也歡迎你來我們物豐區的舊鎮發展協社區發展協會 這裡是舊鎮的生態園區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 歡迎大家喔